事实上存款保险制度这项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建立的金融防火墙制度 在中国已经是酝酿了近20年之久了 其实早在1993年的12月 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 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不过与现在全部存款性机构参保不一样 当时的思路是要研究和筹建全国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机构 此后在2005年2008年还有2010年 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曾经经历过三次加速又经历了三次革制 直到2013年的2月份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将存款保险制度 视作今年三项改革重点之一 5月份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更是明确了 当前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了 实施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 各方面已经形成共识 可以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 当月发改委发布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罕见的单独列出了存款保险改革的具体要求 并指明由人民银行 银监会 财政部等部门负责 这是数年之后相关部门负责人再度密集公开的表态 在目前金融深化改革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中 存款保险制度被业界认为是放开民营银行牌照和存款利率市场化 两项标志性事件的一个先决条件 不过对于信用社 城市商业银行 以及呼之欲出的民营银行来说 由于在资金网点信用度上的劣势 将会在存款保险制度推出的过程当中面临更大的挑战 是